大家好,歡迎來到每日新聞的Everyday News YouTube頻道,我是小玲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小黛帶子影羽球速迪慢杯帶子影VS張彥宜的比賽現場了 我們馬上把這個比分告訴大家 稍等我一下,馬上把比分告訴大家喔 好,我們現在先為大家看到的是目前的比分是0比2 小黛暫時2分的落後,小黛暫時2分落後 那因為我們這個轉播的部分沒有辦法用現場的這個比賽單位的訊號做轉播 因為這是一個輕拳的動作,所以要跟大家說一下沒有辦法就是有比賽畫面 那目前呢,小黛重新拿到發球權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1比2 小黛這邊呢1比2這個部分呢,小黛暫時落後1分 然後這個部分呢,目前最新的更新是比數來到了3比1 3比1 1比3更正,1比3的部分 好,那如果說我們在直播間的這個部分 如果說有網友想要看現場羽球比賽直播連結 我在影片的旁邊的聊天室已經有貼上了 還有我們影片底下的敘述欄呢 也有貼上我們的這個聊天連結 也有貼上我們的聊天連結 不是聊天連結 羽球比賽觀看的連結 大家可以點這個連結去幫小黛帶自己加油打氣 那也可以幫我把這個影片這個直播呢 影片分享出去 讓大家更多人呢為小黛帶自己加油喔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比賽 目前現況是來到了2比4 2比4 那開局的部分呢 小黛這個部分呢 是打的有點就是 怎麼說呢 有點就是還在慢熱啦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身手還沒施展開來 因為張彥宜呢 他是一個世界排名比較低 31名的這個選手 所以小黛對戰他的部分呢 已經是就是8連勝了 8連勝了 所以照理來講 小黛應該會打的比較輕鬆 但是目前開局的部分呢 暫時落後3分的部分 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開局比較慢熱的關係 開局比較慢熱的關係 跟大家說一下 好的,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哈囉我們跟現場的朋友 我們來的這個朋友們說聲晚安 哈囉 那我們一起為小黛帶自己加油吧 好的 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哇 這個緊張萬分的局勢 小黛在下一層 小黛在下一層 目前的比分 哇 現在的比分真的是精彩萬分了 現在小黛的比分是來到3比5 3比5 但是這個張彥宜的這個點殺有得逞嗎 那我們看一下 呃 張彥宜的這個點殺呢 喔 小黛是決定要挑戰的 因為好像是疑似有出界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囉 好 目前正在做挑戰的部分 好 希望這一球呢 是對小黛有利的 好 如果是在出界的話呢 小黛這一球呢 就是4比5 就是4比5 就再追一球了 哈囉 我們跟這個網友李宗業打聲招呼 哈囉哈囉 你好 好的 OK 那我們目前的這個比分呢 是來到了 跟大家說一下 目前最新的比分是來到了 哇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萬分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最新的比分是3比6 3比6的部分 好 剛剛那球是挑戰失敗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回放這一球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黛的比分 好 目前呢 正在暫時領先 目前的比分 小黛是來到了4分的落後 3比7 小黛加油啊 好 那小黛在開局的部分呢 現在是打一個四角拉掉的部分 這部分有機會 可是小黛在搶殺的時候呢 還是一點可惜啊 出界這個掛網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3比8 3比8的部分 哎呀 有一點可惜 這個反派的殺球 有點就是超之過疾了 那目前呢 張彥宜發球 發了一個是後場高遠球的部分 小黛呢 想要去做一個 就是滑派一個 小殺球的部分呢 還是一樣出了界 可能剛開始開局 真的是有點慢熱啊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3比9 小黛暫時落後6分 好 可能跟場地的風向有關係 雙方現在開始在四角拉掉 那試探一下彼此的這個狀況 好 那張彥宜這球往後推的情況呢 是在界外 所以小黛呢 取得了發球權 比數來到了4比9 小黛再一次發球 發一個後場高遠 我們看一下張彥宜這個部分呢 做一個跳殺 小黛還是擋住了 好 雙方呢還是做一個高遠球的一個 互相的拉掉 小黛一個放短 再一個大最角 哇 這一球的部分呢 小黛呢 還是有點失誤的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10 4比10 好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4比10 張彥宜發球 好 張彥宜一樣是發一個後場高遠的部分 好 小黛這邊呢 持續的對這個張彥宜就這個四角拉掉 那這個部分張彥宜終於出現了一個失誤 目前的比數是10 5比10 5比10 小黛呢再追1分 目前還是有5分的差距 但是莫急莫慌莫害怕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5比10 好我們看一下小黛發球 發一個後場高遠 張彥宜的揭發 也是一個四角拉掉的一個戰術 好我們可以看到小黛目前呢 哇這個後仰的一個跳殺 蠻精彩的 好小黛現在站到往前了 張彥宜設法想要逼小黛往回到那個後場 但是還是無奈小黛已經佔得了先機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6比10 6比10小黛開始連追2分了 目前的差距只剩下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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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黛今天呢身著的是淺藍色的這個戰袍啊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6比10 這球的發球是在界內張彥宜放過了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7比10 小黛連桿3分啊 非常的厲害非常的精彩 我們再看一下小黛後場高遠球的發球 張彥宜的揭發 繼續打一個保守的戰術 打一個後場拉掉 小黛漂亮的一個反手拍過度 好小黛又站到往前了 張彥宜這一球想要做一個殺球 但是出了界 目前的比數來到了8比10 小黛連追4分 連追4分的情況呢 目前小黛只落後2分了 目前是第一局的比數 小黛8比10 2分落後給張彥宜 不過已經連續追了4分 這一球的弱點 我們看是在界內還是在界外 裁判比了比 目前是在界外的部分 比數來到了8比11 進入了中場技術戰艇 好跟各位朋友說一下 目前我們正在為大家轉播的是呢 小黛2019輸第慢杯團體賽 帶進VS香港的張彥宜 第一局比賽8比11 小黛暫時3分落後 但是呢 因為小黛呢 他目前呢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開局是有點慢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失誤 但是呢 後面呢 開始回神了 連追好幾球 連追了4-5球 有了吧 目前的比數追到了 8比11 暫時落後3分 那小黛對上張彥宜呢 之前的比賽呢 小黛是 八連勝 八連勝 從來沒有出過 張彥宜任何一場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這場比賽是非常有希望的 小黛應該是可以 拿下這場比賽 送給這個張彥宜9連敗啦 那開局以後呢 小黛現在也慢慢的回穩了 目前的比數是8比11 暫時落後給張彥宜 我個人是覺得應該會直落2 我們現場做一個民意大調查 如果大家覺得說 這場比賽 小黛會以直落2打敗張彥宜的 在底下留言加1 那如果你覺得小黛會就是2比1 打敗張彥宜的 在底下留言加2 我們來看看大家的想法如何囉 好的 那目前呢 休息片刻 雙方再度回到場上較勁 好我們來看一下 哇小黛這一球 漂亮的翻手拍戰 角度高了點 給這個張彥宜一個 往前跳殺的機會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比分 應該就是8比12囉 好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8比12 8比12的部分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目前呢 哇雙方這個是一連串的這個膠著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8比12 小黛呢再下一層 哇這個上網的一個殺球 不遑多浪啊 簡直是剛剛張彥宜殺我一球 我現在還你一球啊 9比12 9比12 好小黛呢 3分的落後 那目前展有發球權 我們來看一下小黛的發球 好發了一個短球 要短兵相接了 好 這張彥宜呢 受到這個小黛的壓力 目前呢再度掛網 10比12 哇小黛連追2分 目前10比12 好剩下 只剩下這個2分之差 小黛要開始追分了 好一樣發了一個短球 好這一球有點操之過急 小黛打出了劍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0比13 10比13 發球權再度回到了張彥宜的手上 好 那目前呢 比數是來到了10比13 目前張彥宜呢 是3分的領先 小黛3分落後 那小黛再度上網 哇這一個短球 掉到這個張彥宜 直接在原地動彈不得 沒有辦法再繼續2次啟動 來救這顆球的情況下呢 小黛再度得分 目前的比數呢 是來到了11比13 小黛發球 好發了一個短球 繼續跟這個張彥宜就短兵相接 然後再一個 往前的一個小短球的一個放短 目前比數來到12比13 這個張彥宜剛剛是整個被晃得一刃一刃的 直接在原地沒盯沒當 小黛這一球拿得輕鬆 12比13 好小黛再一球就扳平了 那張彥宜這一球呢 哇說時辭那時快 馬上就來個掛網 好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13比13 小黛追平了 要逆轉勝了各位 第一局從剛開始很辛苦的落後 一路狂追一路狂飆 目前追到13比13 小黛要開始反超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哇這個部分呢 雙方一來一往 進行一個大對角激烈的快速的 拉掉 好張彥宜呢 似乎是不想要把領先的分數拱手 讓給小黛 好繼續的做這個拼搏 哇張彥宜這個殺球來得非常的猛 13比14 再下一層 好張彥宜再度領先 目前比數十來到13比14 小黛暫時落後一分球全來到 張彥宜的手上 好的小黛加油啊 OKOK的 那我們目前呢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現場呢 跟我們觀看直播的觀眾說一下 目前呢第一局的比數是來到了 13比14 13比14 小黛呢暫時一分落後 哇我們看一下小黛這一球 哇把這個張彥宜整個撲倒在地去救球 但是張彥宜這一球也不遑多浪 回進一個非常犀利的殺球 讓小黛也撲倒在地 哇這一來一往 哇這個張彥宜再度拿分 13比15 13比15 好張彥宜跟開局打得非常的這個勢如破竹 打得非常的積極 那我們看一下小黛這個部分 因為剛剛撲倒在地 所以稍微要求了一下場邊的清潔人員 清潔了一下場地的汗水 好我們看一下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 13比15 13比15小黛暫時落後2分 目前要求換球 那球全還是來到了張彥宜的手上 好那目前呢跟現場各位 就是在觀看直播的朋友們說一下 目前來播報的是 戴智穎2019蘇迪曼杯 小黛對上香港的張彥宜 第一局呢是13比15 13比15 小黛暫時落後2分 那暫時插播一下 就是這個蘇迪曼杯是團體賽 所以第一點前面排在小黛的 這個第一點南雙第一點的部分呢 廖敏俊跟蘇靖恆剛剛是以直落而打敗了 這個香港的南雙好手 所以小黛現在是第二點的部分 那目前的比數呢最新的比數 剛剛因為張彥宜的回球出界 所以小黛再度得分 目前的比數來到14比15 小黛暫時落後1分 小黛發球發了一個短球 好漂亮的一個反手派過度 但是小黛這球要過度的時候 猶豫了因為球好像是要出界 沒有錯球是出界了 小黛判斷正確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5比15 小黛呢再度追平 目前再度發球發了一個短球 小黛這球可能會反超喔 哇張彥宜非常勢如破竹 直接這球殺球打在小黛的身上 一個近身殺球 硬是不讓小黛反超 目前比數來到15比16 展現了這個香港與球一節的這個氣勢 那也非常有風度 舉手說不是故意的 OK球品也是非常的好 我們看一下張彥宜的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好這個部分呢 張彥宜再度掛網 小黛再度呢 利用了張彥宜的失誤 來到了平手16比16的局面 那目前呢小黛16比16 張彥宜這個部分呢 哇 目前呢 這個比賽呢 已經三次出現平手了 那小黛呢 這個部分呢 再度拿到發球權 發了一個短球 好 再一個部分呢 再一個回進呢 讓這個張彥宜 喔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這球呢小黛呢 回球沒有辦法掛網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6比17 哇 雙雙這個第一局比賽 已經進入到尾聲了 那還是沒有辦法分出勝負 真的是非常膠著 小黛這個回球出了界 16比18 要注意囉 這個張彥宜在三分 在三分就會拿下這局比賽的勝利 小黛可能要這個分數要搖緊一點 好 那相信 現在的壓力呢 在雙方二人身上都是有的 好 張彥宜的壓力不比小黛這個小啊 好 因為 如果張彥宜他第一局沒有辦法拿 對小黛拿下勝利的話 他估計他的體能應該也是 快被消耗完了 因為他畢竟也是有年紀的選手了 所以呢 小黛剛剛因為這個張彥宜的這個失誤呢 再度拿下分數17比18 那小黛也拿到了球權 我們看一下 這個部分 好 哇 小黛一個大對角回馬槍的部分 來到了18比18 18比18手中反攻的部分 18比18 雙方適度贊成了平手 雙方也是在三分就會拿下第一局的勝利 究竟是誰會拿下第一局比賽的勝利 這是非常關鍵的一球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 非常關鍵的一球 究竟是小黛先下一層 還是張彥宜 取得優勢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目前的這個比賽呢 哇真的是非常的輕彩刺激 激烈萬分 小黛呢取得了球權 那小黛呢 從一路落後 追到現在適度的追平 那我們看一下小黛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張彥宜去做一個點殺 但是這一球 小黛要用反手拍去做過渡的時候 而無奈球掛了網 目前呢 張彥宜率先呢 拿到了第19分 目前呢18比19 18比19 我們看一下張彥宜的發球 看起來應該是要發一個後場高遠 想要把小黛定到後場 但是小黛也不是神佑的燈 一直想要往前場做一個積極的攻勢 但張彥宜這個球 把球往後推這一球的策略 是收到了成功的效果 這球是在界內 18比20 張彥宜率先聽牌 好我們看一下小黛的接發 張彥宜選擇一個短球 發球做一個短兵相接 好一直想要把這個小黛定在後場 那這個策略呢也收到了效果 18比21 18比21 好第一局的比賽結束 那小黛呢以三分之差呢 第一局呢敗給了香港的張彥宜 但是不要緊 我們還有第二局和第三局 那這樣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小黛久違的逆轉勝 我個人是覺得小黛在第一局的部分呢 剛開始的失誤有點多 後來失誤慢慢少了以後呢 後來到失誤 失誤分的時候 還是出現了一個 就是開始有一些 非必要性的一些失誤 非受破性的一些失誤 所以造成說 雙方在後面的這個半局 18比18以後呢 打得非常膠著 但是小黛本身還是沒有辦法 把這個失誤降下來的情況下呢 讓這個張彥宜呢 率先的得到這一局的勝利 那我預估 張彥宜他是一個體能 不是很好的選手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第二局 可能體力會放盡 那第三局呢 第二局第三局 就是小黛的天下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目前呢 小黛教練呢 也是 賴教練跟這個萬教練呢 也在旁邊跟小黛做一個指點 也希望小黛呢 能夠在休息片刻呢 幫這個穩定一下穩定一下 對吳明儀剛 我們的網友吳明儀說 18比21輸了第一局 沒錯 輸了第一局 但是還有第二局 OK 大家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一定是 這個逆轉勝 一定是逆轉勝 大家在底下留言 逆轉勝 幫小黛加油打氣吧 OK 那也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這個影片直播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呢 免費訂閱我的 每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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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youtube頻道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 這個影片呢 對你是有幫助的 裡面提供的資訊是你喜歡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呢 這個給我一個讚來鼓勵我 幫我按一個讚也鼓勵我 也歡迎大家呢 此時此刻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給所有喜歡看羽球 喜歡戴智穎的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為小黛戴智穎加油打氣吧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這個戰況 雙方再度回到了這個球場上 好 那目前張彥宜要開球 我們看一下張彥宜的開球 開了一個後場高遠 小黛的接方 做一個四角拉掉戰術 再一個急攻 加快節奏 哇小黛開始把這個比賽節奏拉快 直接一個近身的攻擊球 1比0先持得點1比0 目前的比分先持得點1比0 小黛1比0 1分領先張彥宜 那目前呢 小黛要開第二球了 做一個短球 短兵相接 張彥宜一樣是把球往後場送 不想讓小黛來到前場做壓迫 那小黛目前做四角拉掉 試圖拖垮張彥宜的體力 這個部分奏效了 四角拉掉的情況下呢 張彥宜疲於奔波 目前的小黛再度拿到第二分2比0 哇這個部分呢小黛打得非常有智慧 四角拉掉 根本自己耗損的體力非常的少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小黛發了一個短球第三季 發球也是發短球 好這個部分小黛有機會做一個重扣 哇3比0的部分 哇連下三層啊殺殺殺殺 3比0殺的這個 張彥宜措手不及啊 那目前比數是來到了3比0小黛發球 我們看一下小黛接下來發球 沒錯也是發一個短球 張彥宜一樣是把球回到後場 去跟這個小黛呢去做一個拉掉 但是無奈小黛呢 現在哇整個人越打越帶勁 剛剛應該是有喝這個紅牛喔 目前呢比賽是來到了4比0 4比0了 好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4比0 小黛呢連下4成啊連下4成 真的是非常的不簡單啊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0 好那我們也跟現場的觀眾朋友互動一下 這個鍾玉敏昇說小黛加油 沒錯加油加油 鄭敏昇說必定逆轉勝的 加油沒有錯 沒錯一定會逆轉勝的 好謝謝無命儀的這個 馬上的更新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1的部分 好4比1的部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雙方呢還是做一個非常激烈的一個進攻啊 哇這個部分 哇真的是絲毫大家都不想讓 那這個部分呢是因為小黛回球太高的部分呢 讓這個 讓張彥宜呢 有了這個機會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1 4比1 那張彥宜呢再度呢奪回了球權 不能說再度 這才是他第二次拿到發球權而已 好他發了一個後場高遠 小黛去做一個回擊 那這一球的部分張彥宜的回擊是在界內 所以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2 4比2 剛剛這個攝影大哥 馬上把鏡頭轉到香港隊的一個 看起來還蠻正的一個選手 不知道那是加油團還是選手 剛剛有看到一下下 是一個長髮大眼的一個女選手 哇OK也算是場上的另類焦點了 但是我們主要的這個焦點還是回到這個現場 目前的張彥宜連桿了3分 目前的比賽是來到了4比3的部分 4比3的部分小黛加油小黛加油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3 好我們看一下張彥宜的開球 張彥宜目前哇開了一個後場高遠 小黛去去做這個迎擊 好小黛這個挑球 哇還是出現了一些失誤啊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4 哇張彥宜真的是連桿好多分 小黛要小心了可能超之過擊 那前面好幾手就是都有出現一個 這個不必要的失誤 那目前張彥宜繼續開球 開一個後場高遠 好我們再看一下小黛這個部分 好去跟張彥宜做一個左右的拉掉 好想辦法把這個張彥宜呢 定在這個這後場 好那目前呢 雙方還是持續在打拉掉 哇這一來一往 張彥宜這個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張彥宜似乎也是沒力的 沒有辦法往前追 那小黛呢拿到了第5分 5比4 5比4的狀況 5比4的狀況 好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5比4 5比4喔 好我們看一下小黛開球 好 哇開了一個後場高遠 好再來一個反手拍 好目前呢想辦法呢 去把這個張彥宜呢定住 那目前呢取得了這個優勢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6比4 6比4的部分 哇雙方一來一往 那張彥宜呢目前呢看起來呢 體力是有大幅下滑 移動速度也稍微變得比較緩慢了一點 好那小黛要求要換球 那我們看一下 換了球以後 小黛的這個表現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6比4 小黛兩分領先 那第一局的部分 小黛以3分之差落敗 那第二局呢小黛想捲土重來 繼續呢跟張彥宜做拼搏 好那小黛呢目前是跟張彥宜去做一個 這個一快一慢的這個拉掉 那目前呢擺到一個機會 哇馬上做一個犀利的扣殺7比4 張彥宜整個望球心探啊 這球就算他劈腿也救不到了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7比4 7比4 小黛呢目前呢3分的領先 3分的領先 整個這個第三局小黛是打的 哇可圈可點 除了全面幾球的一些失誤以外 打到目前呢我身體已經越來越熱了 哇整個獲勝的這個啟動勝利的馬達已經打開了 哇現在開加速了 好小黛開球 他來一個短球 好這個部分張彥宜的揭發也出現了一個瑕疵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8比4 8比4的部分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8比4 小黛4分的領先 3啦 好OK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小黛的這個進攻 哇侵略如火的進攻 張彥宜整個被打的節奏大亂 方寸大亂 腳步大亂 亂亂亂 張彥宜的這個部分呢 他已經這個方寸大亂了 目前呢比數是來到了9比4 9比4 好小黛呢繼續開球 好我們再看一下小黛一個漂亮的反手拍 連續兩個漂亮的反手拍 小黛呢繼續呢去對張彥宜去做攻擊 但是無奈這一球回的有點高 讓張彥宜去做一個有可撐之機 直接做一個攻擊 目前比數是來到9比5 球全再度回到了張彥宜手上 不過可以看到張彥宜這一局 看起來是相當的疲累啊 似乎是前面第一局真的是氣力放進了 好這部分小黛又有機會去做一個直線的變線 好張彥宜整個 被這個步伐大亂以後呢 手的初拍角度也錯了 所以這球呢打出了鍵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10比5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10比5 我們再看一下小黛這個發球 看有沒有可能11比5呢 看一下小黛發球發了一個短球 張彥宜把球往後送 好小黛呢一樣到了前場 張彥宜呢想方想方設法的來跟這個小黛去做進攻 好那我們看一下小黛這一球的回球 是漂亮的弱點在界內的部分 張彥宜整個是被定在前場的部分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1比5 小黛以6分的差距啊 6分的領先呢這個扣搭呢 進入了中場技術暫停 好小黛感覺整個感覺啊 給我的感覺就是他目前呢 已經打開了勝利的這個模式 勝利方程式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目前的比分呢11比5 11比5 好杜志斌說為何主播不轉接視頻呢 因為這轉接視頻是觸犯了版權法 所以呢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轉接視頻的 不好意思 那我已經有把這個比賽的連結呢 放在我的影片底下的敘述欄位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想要看這個比賽畫面的話呢 可以在影片底下的敘述欄位去看一下 好我們這邊是跟大家同樂的 好那也歡迎大家如果想要得知小黛 小黛帶著你最新最快的羽球比賽的資訊 包括哪邊可以看小黛帶著你的免費羽球直播 然後哪邊可以看到小黛的賽程呢 最新的賽程對手是誰等等的 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呢 免費訂閱小鈴的每日新聞 每日新聞頻道來鼓勵我支持我喔 只要我有第一手的這個訊息都會告訴大家的 那也歡迎呢大家呢在影片底下呢 給我一個讚來鼓勵我 有一個按讚的地方 讓大家給我一個讚來鼓勵我喔 好的我們馬上回到了現場齁 好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2比5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的部分 好這個部分呢張彥怡呢也得到了一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2比6 12比6球全回到張彥怡手上 大家覺得這一局張彥怡的得分會不會破10分呢 好如果覺得會破10分呢在底下留言加1 那覺得不會破10分的話呢在底下留言加2好了 OK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2比7 12比7雙方有5分之差小黛5分領先 張彥怡繼續發球 好花了一個後場高遠 好這個部分呢小黛也是乘著硬戰 好一塊一慢的這個拉掉 試圖去拖垮這個張彥怡的這個步伐 好這個部分小黛的回球 哎呀有點超之過急的12比8 12比8回到一個初戒 那張彥怡呢連追了3分了 張彥怡連追3分 目前呢小黛還是4分領先 但是要小心一下齁 那乘著硬戰 我們看一下張彥怡的發球 發一個後場高遠 好小黛這個直接去做一個批殺 哇這個部分小黛還是出現了掛網的部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2比9 12比9 那張彥怡連追了 哇15分有了喔 好我們進去看一下張彥怡的發球 小黛這邊可能要減低一下失誤 也有可能是換了場地以後 風向要重新適應的關係啦 好張彥怡這個部分回球還是出現了瑕疵 就是讓小黛再次 再下一層13比9 雙方維持著4分的差距 那球權再度回到了小黛手中 小黛要求換球 我們看一下換球以後 小黛的發球 應該也是做一個短兵相接的這個 短球發球 沒有錯喔是一個短球發球 好發了一個短球 好小黛在一個反手派的過渡 哇這個部分呢 要把這個張彥怡去做拉掉 拖垮他的體力 好那張彥怡呢 也是想要一直做拉掉 把小黛定在後場 畢竟小黛在前場 威脅性實在是太大了 好那雙方還是不停的打拉掉 打得非常有耐心 那小黛這個部分呢 哇整個這個控球也非常的穩 張彥怡這邊有機會嗎 還是沒有機會的 小黛呢繼續去對這個張彥怡去做進攻 好幾次來到往前 但是都還沒有就是拿下這個這一球 那終於這個部分 張彥怡在多派來回之下呢 自己的體力先垮了 目前比數是來到了14比9 14比9 小黛再下一層 雙方呢又有著5分的差距 小黛5分的領先喔 小黛5分領先 有可能這一局就是21比 21比10或21比9 也說不定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哇賽 這個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緊張刺激啊 好 那雙方呢 哇一來一往一來一往 哇這一球 張彥怡打得非常有耐心 利用小黛來到往前 直接呢 把球推上往後 讓小黛呢來不及回去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4比10 14比10的部分 目前雙方有著4分的差距 4分的差距 小黛加油啊 不要讓張彥怡就是繼續追分了 好 哇小黛這個做了一個跳殺 哇這個部分還是超之過急的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14比11 張彥怡連追2分的情況下呢 目前的比分差距剩下3分 但是小黛莫吉莫慌莫害怕 我們有著3分的領先 OK了慢慢跟張彥怡 1號他的體力已經快要 就是下滑到0了 好我們看一下張彥怡的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好 繼續去跟這個小黛去做這個僵持 但是小黛呢非常厲害 去打了一個這個 拉掉都是OK的 但是呢 剛說完厲害他就馬上出現了失誤 好 我還是不要繼續誇獎小黛好了 小黛加油小黛加油 好 好目前的比賽是來到14比12 14比12小黛有著2分的領先 好 那雙方呢還是繼續打拉掉 但是小黛這個部分呢 想要再往前放短 還是出現了一點失誤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4比13 雙方只剩下一分的差距 小黛穩住啊 這個部分呢 小黛可能因為換了場地以後 還在適應風向的關係 所以出現了非常多的失誤 哇小黛一講完穩住 馬上做一個近三的對抽 讓這個張曰怡被感壓力的情況下呢 張曰怡這顆球馬上打飛了 15比13 15比13 小黛呢2分 再度2分領先 2分領先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5比13 那小黛呢2分的領先 第一局小黛是3分之差落敗 那第二局呢小黛一定是要逆轉勝的 加油加油 那也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張曰怡呢 在之前對戰小黛的生涯紀錄呢 已經吞了8連敗了 8連敗了 那換 換言之就是小黛已經是8連勝了 小黛從來沒有對張曰怡輸過任何一場球啊 所以這個部分呢 感覺來講呢 在比賽前看這個戰績來講 對小黛來講應該是個很輕鬆的比賽 那小黛今天應該是還在適應這個場地的關係啦 那目前比賽是來到16比13 那根據就是現場比賽啊 因為這次的這個蘇迪曼杯是在中國的這個南寧舉辦的 那南寧呢這個氣候呢比台灣更加的濕熱 有可能是天氣的關係導致說 選手們在適應比賽啊場地啊的部分呢 都會在身體上感覺到有點稍有不適 雖然說場地有空橋的部分啊 但是這也是在影響的範圍之一 那目前比賽呢是來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最新的比分稍等一下 馬上更新給大家 目前最新的比分是15比15 不好意思剛剛講太多話了 一下子把這個比分打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跟大家說聲抱歉 目前的比分呢最新的比分是15比17 15比17小袋呢竟然有點落後了 好這邊呢小袋要加油了 因為這個失誤還是太高 那張晏怡感覺雖然體力耗盡 但是他鬥志非常的這個頑強啊 那目前呢反而呢小袋是被反超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5比17 15比17的情況 好小袋加油要穩住啊 那可能真的是因為換了場地以後 風向還在適應嗎 有可能 對那感覺小袋後來在就是 14分以後呢就是一個關鍵的部分呢 一直出現的失誤 那有可能是就是 手感一下子失去 那有可能是風向還在做調整 對 好我們看一下 張怡的發球小袋接發 好張怡發了一個短球 好小袋也是回一個短球 好我們再看一下 張怡還是打得非常有侵略性 但是小袋這邊呢 打得非常的穩 那張怡一直想要把小袋呢 逼到後場 但是想要逼到後場呢 他自己呢也是出現了失誤 所以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6比17 球全再度回到了我們的球後袋自己身上了 好我們再看一下小袋發球 好先稍等一下小袋呢 先調整一下步伐和氣息 好要準備發球了 目前16比17 暫時一分落後給這個張怡怡 發了一個短球 好張怡怡這個往前的一個白短的這個部分呢 哇塞這個部分我不得不敬佩這個張怡怡 他竟然使出了這一招 哇這是沒有料想到 16比18 好那這個張怡怡的發球 發一個後場高遠 小袋這邊有機會 哇連再往前的兩板殺球 打得真的是勢如破竹啊 17比18 小袋再度要回這個發球權 17比18還沒輸啊 這個我們跟網友講一下 還沒輸還沒輸 那目前呢是17比18的部分 大家一起為小袋加油 集氣小袋加油 小袋加油 逆轉勝 逆轉勝 OK好我們好像太激動了 我們要就是平復下來平復下來 小袋加油 那目前呢只要穩住 不要出現失誤的話 其實壓力是在這個張怡怡這一方的 好我們看一下張怡怡的揭發 哇出現了瑕疵18比18 比分來到了平手了 18比18 哇張怡怡這邊呢 主手的壓子要飛了 小袋呢要穩穩的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這局比賽的勝利了 18比18 好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部分 哇雙方真的是打的你來我往 你來我往啊 張怡怡一直想要把這個小袋定在後場 但是小袋這邊打的非常詳次啊 那這個部分呢還是有點可惜 小袋在回球的部分呢出現了失誤 那目前比數是來到了18比19 18比19 張怡怡再下一層 那要注意了 小袋這個張怡怡再兩分 就要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了 小袋這邊可能要 積極一點反手為攻啊 好我們看一下雙方這個部分 哇張怡怡這個撲就 還是沒有能接到小袋四爐破竹 雷霆萬鈞的這個殺球 雙方的比賽比分再度來到了19比19 哇這一球說有多銳利就有多銳利 那個進這個這個角度 真的是非常的刁鑽啊 我們雙方說棒球那個訴求的進了一點 非常的刁鑽 小袋這球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刁鑽啊 好目前比數是來到了19比19 好小袋呢拿到了發球權 19比19 小袋加油挺住挺住 好小袋加油 我們球迷都要支持你 現場我們這個直播間已經有 684名球迷了 一起為小袋加油 好目前比數是來到了19比19 一旦比賽呢進到20 第二局如果小袋拿下勝利的話 第三局小袋根本就是穩招順順 第三局女王就是小袋啊 這是他的綽號 誰跟小袋打第三局 絕對都是沒有好處的 絕對是有苦頭吃的 因為小袋是號稱第三局女王 那目前呢20比19 好張燕儀這一球的弱點是出現到了界外 那比分是來到了21比19 好那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局小袋18比21輸掉了比賽 第二局小袋21比19 贏得了比賽 雙方進入了第三局生死決勝局 OK生死決勝局 我個人是覺得張燕儀他的這個體能 已經被耗得差不多了 我個人覺得小袋第三局會出現大比分差 可能張燕儀的比賽會出 張燕儀的比分會在各位數 大家覺得第三局的比分 會不會出現一個大比分差呢 如果覺得會的話呢 就在底下留言加1 當然大比分差我是指好的方向 小袋是領先的那個部分 所以你覺得第三局的部分呢 小袋會出現大比分差 遙遙領先張燕儀的話 在底下留言加1 我覺得不太會還是會比較膠著的話呢 在底下留言加2 那也告訴大家一下 我跟大家 跟現場的這個觀眾說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小鈴我的這個直播 還有這個影片的話呢 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呢 免費訂閱我的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希望有大家的支持呢 可以讓我破一萬兩千訂閱 希望有大家的支持可以讓我破一萬兩千訂閱 那只要大家在底下呢 免費訂閱我的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的話呢 小袋有第一時間的這個比賽資訊訊息呢 我都會盡力的 在第一時間內告訴大家 分享給大家 也謝謝大家 那希望大家如果覺得說 我的直播還不錯的話 在影片底下呢 給我一個讚來鼓勵我 謝謝大家囉 好 那雙方還在休息 我們來看一下聊天室的留言 大家都一直寫加1加1 應該會出現大比分差 也有部分的覺得 朋友們覺得是加2 可能還是會比較膠著 但是無論如何 大家想要幫小袋加油的心 都是一樣的 小袋贏定了 應該是贏定了 像杜之斌也說加1 這個 我們的這個龔先生也說加1 許麗人也說加1 樹朱姐也說加1 哇真的非常多人都說加1 小袋贏定了 哪裡有比較現場免費比賽直播可以看 現場免費比賽直播的這個連結在這邊 我們現在馬上傳給我們的網友 好 那如果永瑞覺得我們的這個幫助還不錯的話 也不要忘記在影片底下呢 訂閱我們的頻道來鼓勵我喔 OK 那我們現在回到了現場比賽這個部分呢 雙方已經開始比賽了 那目前的這個比分呢 我們來幫大家看一下喔 好 稍等一下喔 我們先把第三局的這個分數呢 也一起弄上去 稍等一下 我更改一下我們的這個畫面 稍等大家 不好意思 請大家稍等一下齁 好 稍等我一下 我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OK 好 這樣應該是比較清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比分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比分的部分 第三局比分目前是2比2 雙方是有點 開局是有點小焦灼的 但是不要緊 2比2 好 我們看一下張眼儀的開球 開了一個後場高遠 一樣的戰略想要把小袋定在後場 好 雙方去做一個前場的交戰 那小袋呢 非常有智慧的這個打法呢 把球打到這個張眼儀的這個弱邊 目前比賽是來到3比2 小袋要回籌圈 好 沒錯 目前是台北對香港 我們的這個台灣對香港 那也有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對中國 馬來西亞也是對中國 好 那目前呢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3比2 3比2 哇小袋這球呢 哇 做一個重扣 漂亮的一個重扣 張眼儀這球毫無懸念 是沒有辦法接到的情況下呢 比數是來到了4比2 小袋呢2分的領先 2分的領先 哇這球重扣 完全沒有跳起來扣 完全是一個 臨死角的扣殺 張眼儀是整個忘球心探了 好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4比2 小袋呢再度拿到了球圈 我們看一下小袋開球 小袋開了一個短球 去做這個張眼儀去做一個拉掉 但是張眼儀自己出現了失誤 就像我們剛剛有談論到了 前兩局呢 花費了太多的體力 張眼儀現在呢 體力下滑導致呢 這個失誤率呢 盤升了 那目前的小袋5比2 3分領先 好 小袋呢繼續去做個快速的 這個晉升快攻 6比2 哇 快攻得手6比2 哇 這個晉升球 真的是打得又快又狠 哇 真的是張眼儀一個閃神 就完全是沒有辦法接到這球 6比2 小袋4分領先 好 繼續小袋呢 哇 勢如破竹雷霆 萬鈞呢想要快速的解決這一局 小袋再度拿下分數7比2 哇 這個比分差越差越多了 7比2 哇 這球漂亮的一個點球 哇 這個點球進壘的這個角度 真的是非常的臨死角啊 好 再看一下張眼儀這一顆球要救 也是沒有辦法救到 哇 小袋這個短球真的是放的 可以說是一個藝術品 真的放的真的是太漂亮了 那這個張眼儀在救球這個部分 是完全沒有辦法救到的 那目前比蘇士來到了8比2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小袋呢 繼續跟張眼儀去打拉掉 一前一 一前一進 一遠一進 好 互相的去做這個僵持 小袋來到正守衛 哇 這個 往前的這個放短呢 讓這個張眼儀呢 馬上呢 是定在原地 忘球星探 沒有辦法救到這顆球的情況下 比蘇士來到了9比2 小袋呢 9比2 7分的領先 我們再看一下小袋現在來發球 哇 現在7分之差 小袋可以說是非常穩的 再看一下這一球 這一球好像被裁判叫了一個發球犯規的樣子 好 所以 球權來到了這個張眼儀的手中 目前的比賽是來到了9比3 9比3張眼儀呢 睽違已久的發球 我們看一下張眼儀的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小袋呢 繼續在這個前場去做接發 哇 這個殺球非常的銳利 張眼儀的這個部分 哇 小袋在左右調度的情況下 讓張眼儀整個 就算球打到他腳邊 他也是無力反擊啊 不好意思剛打錯了 9比3 10比3的情況下呢 小袋這個比賽真的是 就有如我們和剛剛一起網友的預言 大比分差出現了 10比3 張眼儀的這個體力 直直落 直直落 真的是 感覺這一次 這一個第三局的比賽呢 張眼儀應該是沒有辦法破10分 但是我們還是要為這個小袋呢 講一下 不要就是太大意輕敵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 11比3 11比3 但是呢還是要為這個 張眼儀的拼戰精神鼓勵一下 真的是 雖然說比賽還沒結束啊 但是感覺大勢已定啊 但是張眼儀的拼戰精神非常的好 值得學習 好 目前的比賽呢 是來到11比3 11比3 這個煙雨以彌目說 哪裡可以看 好馬上送一個這個網址給您 好這邊可以看 那如果覺得我的幫助有用的話呢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訂閱我的頻道來鼓勵我一下喔 謝謝你 好 那我們看一下目前的這個比分呢 哇真的是一個懸殊啊 11比3 11比3 那雖然說我們可以看到張眼儀的場邊教練跟他去做了一些指導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場比賽應該是沒有什麼懸念了啦 那也讓大家來猜個比分吧 你覺得這個最後的比分會多少呢 我個人是覺得最後的比分應該是21比8啦 21比8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猜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張眼儀應該是沒有辦法 能拿到十位數 十位數 對 那 我們有網友說多壓力說付費頻道吧 免費的可能怎麼看不到 免費是看得到 因為我這邊就是用免費的看 是看得到的 但是手機的部分的話網址會比較不穩 對對對 好這個部分可能造成大家的不便也不好意思了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免費直播的連結真的是比較少一點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2比3 12比3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目前呢 張眼儀整個他的移動力也好 還有擊球的這個正確率來講 都大幅的下降 所以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3比3 張眼儀整個體力上來講呢 整個移動還有擊球都大幅的這個精準度 還有移動的速度都大幅的下降 那小戴的感覺來說呢 打得比較輕鬆 打得比較輕鬆 好我們可以看到張眼儀是非常的氣喘如流的感覺 好小戴呢 繼續去做跟張眼儀去做這個進攻 但是這個部分呢 小戴呢出現了失誤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13比4 張眼儀剛剛想要救球的部分 腳步也是有點亮嗆的 那我感覺 我是希望就是小戴這個部分呢 還是不要就是太大意 因為儘管張眼儀這邊呢 他體能能下滑 但是他還是有一定的水準的 好小戴這一球重扣 哇張眼儀這球接的也是蠻勉強的 繼續跟張眼儀打拉掉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小戴現在整個拉掉也是非常的行雲流水啊 好那 你可以看到現場就是有兩個對比 張眼儀他這個部分呢 完全是被小戴控制著走 好 這場球現在已經是交給小戴在控制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張眼儀現在呢 在這場 在這場 這個多拍來回的這個部分呢 能夠掌握到球權的這個機會已經不大了 你看看現在張眼儀整個跪倒在地的情況下呢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4比13 14比4 14比4 14比4更正 所以感覺呢 現在這一局有點像是體能訓練課了 有點像是體能訓練課了 好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應該是13比5才對 因為剛剛小戴呢 那球是有失誤的 好 13比5 好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沒錯 就像杜志斌說的 節奏被小戴帶著走啊 真的是帶著走 哇這個還用諧音喔 諧音來講喔 這個杜志斌厲害喔 不錯喔 好那 蔡宜公說 小戴你是最強的球後 沒有錯 謝謝這個小戴 那張的拼勁也是值得讚賞的 沒有錯啊 很多人都說是秋風少落葉 那目前比數是來到13比5 13比5 好 那張眼儀這個部分呢 13比5 對小戴有著將近8分的這個差距啊 那目前呢 就是先在場地先去做一個差勢 然後爭取一下休息的時間 那對張眼儀來說 第三局來講 真的是一個大比分差 那體能的這個部分呢 對這個張眼儀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消耗 那他手好像有點受傷的部分 想要就是請這個現場呢 154做一個簡單的包扎 好簡單的休息 看看能不能爭取一下休息的時間 好 那小戴這邊呢 就是浩澤以下 在這場外跟教練溝通一下意見 好 那我們也希望張眼儀沒有事啊 希望張眼儀還是能夠保持著 健康的這個狀況呢 來對這個比賽呢 來做這個進行 那場邊的這個裁判呢 那和醫務主都非常關心他了 來為他做一個簡單的包扎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哇這個比賽呢 對面的這個比賽的場地呢 也是如何如何進行 這個應該是馬來西亞的比賽嗎 有可能喔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富志龍說 前兩局差一點爆了 是啊 我也下了一大跳 好 那目前呢 現場的比賽呢 因為張眼儀有點 就是小小的這個披露傷的部分呢 稍微做一個暫停 那現在休息片刻 雙方再度回到了主戰場上 好 目前呢為大家講一下 小黛呢目前是13比5 8分的領先 給這個香港的張眼儀 那拿下這局以後呢 就是女單這一點就拿下來 因為我們這次的蘇迪曼杯是團體賽 所以之後呢 下接下來還有就是 男單的比賽 是周天成將出戰武家郎 那這一球的部分呢 小黛再一個往前輕挑 14比5 14比5 那小黛再度拿到發球權 好繼續對張眼儀去做進攻 哇 張眼儀這球 哇真的是打得超歪的 好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5比5 15比5 雙方有著10分的差距 10分的差距 小黛這一局可以說是穩的 好 張眼儀再度出現了出戒 16比5 16比5 哇 雙方有著這個 非常大的差距 11分的差距啊 好小黛發球 張眼儀的這個揭發 哇 這個lucky ball 哇讓小黛呢 再出再度得分 17比5 17比5 好 好 那小黛呢 就是發球就得分 發球就得分了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張眼儀這個部分的回擊 也是回的有點吃力 好 哇小黛漂亮的 反手拍轉身啊 轉一圈啊 看起來很像仙女散花的感覺 非常漂亮的一個動作 18比5 18比5 好 小黛再三球 再三球就拿下這個比賽的勝利了 18比5 小黛加油啊 好 張眼儀這個球的弱點也是在界外 19比5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9比5 但是張眼儀決定要挑戰這一球 他覺得這球好像是在界內 他覺得這球是在界內 所以他跟台判去做一個挑戰嗎 還是場位有什麼干擾嗎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9比5 哇 小黛這一球的殺球是在界外嗎 我們看一下 沒錯 這球是殺出的界 所以比數是來到19比6 19比6 好 那張眼儀呢發球 我們看一下張眼儀發一個後場高遠 這球發的真的是又高又遠了 想要把小黛永遠的定在後場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 小黛呢還是繼續的快速的進攻 好去做一個反手派這個回擊 這一球的弱點是落在了 我們看一下 落在界內印的部分 好小黛聽牌了20比16 20比16 逆轉身了逆轉身了 再一分再一分 我們看一下小黛的開球 好發一個短球 好小黛再度把球送到後場高遠 好 這一個反手的這個反手派的救球呢 還是沒有把球送到這個過往 所以目前比數是來到20比7 張眼儀開球 我們看一下張眼儀發的球 應該也是一個後場高遠 對 沒錯後場高遠 小黛這球揭發 哎呀這一球是一個 想要放短 但是呢還是放出了界 20比8 哇難道真的比數要像我說的一樣 預測一樣21比8這麼準嗎 我很少把比數預測這麼精準耶 小黛給我機會21比8嗎 好我們再看一下 果然21比8 這次我終於預測成功了21比8 好大家恭喜 恭喜這個小黛 恭喜小黛 真的是把這個比賽呢 拿到了勝利 前面兩局看的真的是非常的驚險 太神了太神了 那恭喜中華隊 恭喜我們台灣呢 兩點獲勝了 現在換天王周天城 台灣羽球一個周天城的部分 好小黛加油小黛加油 OK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真的是很厲害 真的是太開心了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一起為小黛這個喝彩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那這邊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接下來沒有辦法繼續做直播 因為我也還沒有吃晚餐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大家不嫌棄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呢 免費訂閱我的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頻道 我只要有最新最快的小黛資訊呢 我都會馬上告訴給大家 那包括小黛哪邊可以看 免費羽球比賽的小黛直播啊 還有是哪邊可以看這個 其他的這個中華隊 台灣隊的好手比賽的這個免費直播啊 以及小黛的賽程啊 對手是誰等等的 只要大家想要得到最新最快的羽球訊息的話 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 免費訂閱我的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頻道 然後呢 如果覺得這個直播還不錯的話 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底下呢 給我個讚來鼓勵我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友的這個 留言 第一場是誰打的 第一場是廖敏俊跟蘇靜恆打的 回答這個網友江坤誠的這個問題 好 那下一場比賽就像bro恩說的 周天誠對五蝦狼 好OK 那 這個我們網友這個 劉夫俊說 小黛還是熱身慢 是啊是啊 還是有點 彥廷王說 小鈴加油棒棒謝謝你啊 好 那個bro恩說 謝謝主播 不客氣也謝謝大家 好 那最後呢 我們的直播要跟大家說個 掰掰囉 OK也謝謝大家 那大家不嫌棄的話 想要得到小黛在志穎最新最快的羽球訊息 歡迎在影片底下呢 免費訂閱我的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頻道 我會為大家帶來最新最快的羽球資訊 以及小黛在志穎的這個免費羽球直播的這個連結 也會告訴大家的 好的 那就先這樣子了 謝謝大家 大家晚安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週囉 OK 掰掰